好 接下来我们看4.4的这个有理化英式 及有理化分母 所以其实有理化分母 刚才我们有一些比较简单的 单向的我们已经有做了 像根号2乘根号2 它就会得到2 根号就不见了 根号三次方根2 我们就乘三次方根4 4 2的8我们就满了 满了2的三次方 我们就可以拉出来又变2 所以这个之前我们 这个现阶段我们应该 这两个已经有结束了 像根号A 我们就乘一个根号A 就会得到A A的三次方根 我们就乘A的平方 三次方根的平方 我不懂我讲内 A的平方的立方根 这样子就会得到A 那如果是两项的话 其实初中也接触过 如果我是根号A加根号B 我就乘上一个根号A 减根号B 那它就会得到前平方 减后平方 我们根号A乘根号A 或者我们讲前平方 就是根号A的平方 就会得到A 减去后平方 根号B的平方 又会得到B 那你就看到 根号不减 OK 根号不减 所以这个A 如果它只有一边 有根号 也是一样的做法 只用前面有根号 然后它是加法 你就乘减法 它是减法 你就乘加法 OK 那我们就会得到前平方 A平方 减后平方 是B OK 这些呢 我们讲说 它的前向和后向的关系 就是有理化因式 OK 所以这两个代数是相乘 它的这个根式就会去掉 所以这种呢 我们叫做有理化的因式 所以我们要判断 比如说我们得到一个根号A 我要判断说 它的有理化因式是什么 它有理化因式是根号A 这样子的意思 所以当然根号8 其实也是 有理化因式也是根号2 为什么 因为你猜出来 它其实是2根号2 那只要那个根号2 再乘做一个根号2 它就会有理化了 所以这个18也是一样 因为18是9乘2 9可以开出来变3 所以它其实是3根号2 所以它也是乘上根号2 它就已经有理化了 OK 所以我们通常会取一个 最简单的有理化因式 当然你想说 老师我乘根号18不能 可以 但是你的数目变太大了 对不对 你看9本身 9乘2 9可以开出来变3 9都已经可以开了 那你干嘛还要乘一个根号9 这样子的意思 OK 我们选最简单的一个因式 像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那个有理化因式是什么 像3根号7 它再乘以根号7 它就会得到7 根号7成根号7 得到7 7,3,21 好 所以这个就是有理式的 所以它的有理化因式 就是根号7 OK 9 这个2 你反正你个前面的数字 你不用理它的了 然后这个是立方根9 9本身是3的平方 它还缺一个 对吧 所以是缺根号立方根3 这样子乘起来就会得到27 27可以开立方根 得到3 3,2,6 所以它的有理化因式 就是三四方根3 这样子的意思 所以其实你可以任意的挑 当然我们要选一个最简单的 不要选到太复杂的 然后呢 这个是3根号2加2根号3 这种情形 前面有根号 后面有根号 我们就成完整 一样的东西 你加我成减 就是乘上这个3根号2 减3根号3 那这个得出来是什么呢 它就会得到前平方 就是3根号2的平方 减去2根号3的平方 那这个33得9 根号2乘根号2得到2 减去22得4 根号3乘根号3得3 928 减432 得出来就会等于6 所以这个6是这样子来的 可以 这个是我稍微的解释一下 然后呢 它的有理化因式 就会是后面这个 所以一般上来讲 有理化因式都会是互相相等的 可以这样讲吗 又好像不是 因为前面格也是更复杂的东西 当然这个的有理化因式也是它 应该有理化因式 对 可以 然后这个呢 3减2根号3 我们就成3加2根号3 那我就会得到前平方 那我就会得到前平方339 后平方224 4312 9减12 就会等于负3 好 它就会得到有理化 了 所以3减2根号3 的有理化因式是3加2根号3 我们来看一下随堂练习4.4a的部分 各式的有理化因式 各式的有理化因式 这个a呢 你只需要乘上 你就要乘上这个根号5 它就会得到根号5 乘根号5得到5 75 7535 所以它的根号 有理化因式就是根号5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b的话呢 你只要乘上 立方根9 9327 27可以开出来变3 3515 所以这个有理化因式 就是这个立方根9 那这一笔 这一个呢 你就要乘上 根号22 加2根号2 乘起来 前平方得到22 减后平方 224 428 减8 就会得到12345678 好像是14 所以这个有理化因式 就是这一个 我乘的那个东西 就叫它有理化因式 那这个一般上 我们乘上5-2根号5 或者你会发现到2244520 后面的2244520 还是5的平方比较大 那我们就会得到前平方25 后平方20 这一题就得到5 就这个是有理化因式 OK 大概是这样子 那有理化因式什么用 其实目的就是让你可以有理化分母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只要我们把分母的根号去掉的过程 我们就叫有理化分母 那我怎样做有理化分母呢 我们只要需要分子跟分母 同时乘以分母的有理化因式 它就不含分子 不含根式 像这一题 那个立方跟5 我们应该乘25 把它变成 就是乘5的平方了 就是立方跟5的平方这样子 给我们看一下 第一A的这个 乘上立方跟5的平方 就是25了 它写25 这两个乘起来 125开立方跟 等于5 520 所以答案就会是 十分子 立方跟25 OK 这一题B呢 它就要乘上3加根号5 分母乘3加根号5 分子也乘3加根号5 那分子就会变成 3加根号5的完全平方 那完全平方呢 我们就得到前平方9 加上两个前程后 3266根号5 加上后平方 根号5的平方得到5 9加5呢 分母呢 就会得到前加后程前减后 得到前平方 339 减后平方 就会是5 9减5 得到4 OK 得到4 9加5呢 等于14 再加6根号5 其实是得到这个 然后呢 它发现到 14是2的倍数 6也是2的倍数 4也是2的倍数 所以它越减2 就会得到7加3根号5 除以2 所以这个就算我们的B了 OK C的话呢 有两个做法 第一个做法 我们看到 这个是整个根号 所以我们就成 整个根号 就会得到X减Y 根号X减Y 就放在分子 然后X平方减Y平方 又可以因式分解 变成X下Y 乘X减Y 这个X减Y 又可以越掉 我们就会得到X下Y 乘上根号X减Y 还有另外一个做法 我们这个直接因式分解 变成X下Y乘X减Y的时候 你可以把X减Y 看成X减Y的 根号平方 所以我们越掉一个 就是说 我解释一下 你可以把这个根号X减Y 看成根号的平方 那我越掉一个 他就会得到这个 OK 所以两个解法 给大家的一个 参考 OK D的部分呢 就比较复杂了 OK D的部分呢 难搞在于什么呢 它有三项 那如果我把前项 一减根号2 当作是钱 这个根号3 当作是后的话 我就会得到 这个钱加后 我们就乘上钱减后 就是一减根号2 再减根号3 分5呢 我们乘起来 就会得到钱平方 减后平方 钱平方呢 再取完全平方 就会得到 1加2 等于3 3减3 去掉 两个钱称后 刚好是有一个 减2 根号2 这个2跟这个2 一跃掉 我们猜 乘上根号2的 有理化因子 就是根号2 所以乘根号2 乘根号2 然后这个负呢 它直接乘进去 就会得到 根号2是正的 负就变正 负就变正 正的就变负 看到吗 然后呢 根号2再乘进去 根号2乘根号2 刚好又可以 再开出来变2 根号3乘根号2 整理根号6 然后减1乘根号2 得到根号2 所以这题 大概是这样子做 有没有其他做法 应该也有 你可以把1加根号3 当做是钱 然后减根号2 当做是后 你就乘上 1加根号3 加根号2 应该也是可以做 你可以试下做 你可以试下去做 我个人是觉得是 应该差不远 应该差不远 立体19 一支巨型ABCD 的面积是49CM平方 AB是5根号2加1 巨型是长方形 所以这个是ABCD 不懂长什么样 反正他讲说 这个是5根号2加1 这个BC是多少 我们知道这个长程宽 将会是等于49 所以这个宽 就会是49除以5根号2加1 所以我们要进行优理化分红 我们就乘上5根号2 减1 5根号2 减1 钱平方 5525 乘2 25乘2 25乘2等于50 再减后平方是1 就是 50减1 就是49 那他其实就可以约掉了 就会剩下5根号2减1 所以基本上呢 BC就是5根号2减1 如果他要找AC的对角线 我们就会得到 这个是5根号2减1 我们就有什么呢 BC定理 对吧 这个平方加这个的平方 再开根号 好 就大概是 大概是这样 就这样 so 他的 他得到这个的平方 加这个的平方 然后呢 钱平方得到50 两个钱乘后得到10根号2 加后平方是1 这个也是一样 但是这个中间像会得到减 换句话呢 就是这两个呢 是可以消掉的 51乘2等于102 102开根号 就是你的AC了 OK 我们也不管他 开不了 开不开得到 应该也是开不了 这样子放这就好 OK 除以2等于51 51除以3等于17 开不了 就这样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随堂练习4.4B的部分 有理化的 应该是让我们有理化的 所以这个根号 立方根2 他就要乘立方根4 对吧 分子乘跟共同也要乘 所以呢 这个满了2 就可以拿出来变2 所以跟这个分子 约掉 所以最后呢 你就会得到三分子 立方根4 OK 看一下啊 4.4B 4.4A 我好像没有 我好像没有警察到 现在我们看4.4B 三分子 立方根4正确 B的话呢 我们要乘上2加根号3 2加根号3 分5 我们就会得到前平方 224 减后平方是3 4减3基本上是1 分5你基本上可以不用理它 那分子要展开 1乘2得到2 1乘根号3得到根号3 2乘根号3得到2根号3 根号3乘根号3得到3 所以3加2等于5 2加1等于3 根号3 所以这个B的答案大概是这样 5加3 根号3正确 再来这一个呢 有两个做法 你可以把A减4 看成根号2 根号A减2 根号A的平方 减2的平方 你就会得到 根号A加2 乘根号A减2 分5次 根号A减2 约掉之后 就会得到 根号A加2 这一题 如果你熟练的话 是不用有理化分布的 好 你做音试分解 约掉 答案就出来的 第一的这个呢 有点难度了 我们把这个呢 当做是钱的吧 我们把这个当做 根号2加 根号3 当做是钱 有原因的 有原因 因为这里 前平方加 后平方是5 减后平方也 根号5的平方是5 它就会跃掉 就大概是这样 所以我们要乘上 根号2加 根号 根号2加 根号3 减根号5 大概是这样 根号2加 根号 根号2加 根号3 减根号5 OK 那我们就会得到 根号 根号2加 根号3的平方 减去根号5的平方 分5呢 分子就是根号2加 根号3 减根号5 OK 由于不是这么简单 我来刷掉其余的 不需要的东西 OK 要多一些位置 OK 所以接下去 什么要讲做呢 分母 好 我们先看分母 前平方 它就是2加3 对不对 加上两个前身后 2根号6 减去根号5的平方 就是5 所以基本上2加3减5去掉了 好 根号2加 根号3减根号5 是它分子 接下来我们只需要成长 根号6 乘根号6 我们分母 就是根号6乘根号6 得到6 6乘2等于12 OK 根号6乘进去 6二十二 加上6本身有3 哦 如果是这样的话 6本身也有2 所以根号 你可以把根号6 看成根号2 乘根号3 根号2乘根号2 得到2 还有一个根号3 根号3乘根号3 得到3 还有一个根号2 65 65就开不了 6530 最后的答案应该是这样 OK 这题就复杂了 这题比较复杂 3根号2加3 sorry 2根号3 加3根号2 减根号30 除以12 OK 这个是我们的4B的做法 So 4.4呢 到你们做了 好 来 看一下 比较我们的4B的做法 如果是5B的做法 就能够我们的做法